大家好欢迎来到金油姐妹说 我是Ariel 我是娟 钱包吃紧再买就剁索索 先剁你的 如何理性购买金油呢 如果喜欢金油想学芳寮的朋友 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 并开始按钮才能收到我们最新影片 想知道芳寮室的日常吗 金油姐妹说的IG追起来 你有没有一个情况 就当你在逛金油的时候 你就会很开心的到处看到处闻 但是等到结账的时候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你购物购得很happy 但是你的钱包不happy 金油这个坑只会越来越大 而你的钱包里面的钱只会越来越少 所以呢如何理性购物就很重要了 对我觉得你说得非常好 所以你要不要检视一下你的购物习惯呢 你每次买金油的时候都很好买 这集真的是我做给自己看的 对不然这样 你先说说你购买金油的习惯 让大家警惕警惕一下 好啦那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话说 我刚开始买金油的时候 都是靠闻的 我就会买自己觉得比较喜欢的味道 就闻起来很舒服的 对然后呢但是喜欢的味道你也知道 就是大同效益 所以买到金油的功效也都会差不多 没错 最后就买了一堆很类似的金油 刚开始买金油的时候 我最常收集的一系列其实是柑橘类 虽然我现在都跟大家讲说 不要收集金油 但我刚开始进来这个坑也是 收集金油的 就买很多 对 刚开始呢我就会收集一堆柑橘类 因为你看柑橘类是大家最能够介绍的味道 所以像是比如说甜橙啊莱姆啊葡萄柚啊柠檬啊什么的 我全部都买了 大家都应该知道柑橘类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就是它非常容易氧化 所以这些剩下来的所有金油 我基本上都是拿去脱地洗衣服 虽然没有功效 但我也觉得不能浪费 不过我觉得啊就是想必大家 只要你是新手放料时一定都会遇到一样的问题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来教大家如何的理性的购买金油 那你要怎么如何的理性的购买金油呢 不要囤油 再讲我自己啦 对对再讲它 那你也可以依照就是化学属性来去选择你需要的金油 大家千万千万不要一听到化学属性就偷偷 我们之前呢有做过一系列的金油化学全攻略 大家可以等一下一集一集的去复习 那所有的链接呢我们都会放在描述栏里面 方便给大家点击观看 如果呢新手不知道怎么买油 其实可以先从单铁锡丹银还有脂类 这三类呢下手去买 其实它们都会很安全很适合新手来去做使用 而且它们的出错率都很低 没错那像单铁锡的部分我就会再分成云香科松薄科跟树脂类 云香科主要能处理的问题呢就是呼吸道啦 然后处理情绪啦 还有消化性系统的问题 那我会推荐呢像是 檸檬啦甜橙啦或者像葡萄柚等等 你可以择衣入手 而且呢这几个都是非常便宜的 接下来呢要介绍的就是松薄科啦 松薄科它可以促进循环 处理呼吸道也可以改善骨骼肌肉相关的问题 那我会推荐欧洲四松 思薄跟杜松浆果 但是呢我觉得思薄杜松浆果可以择衣就好 因为呢它们都是薄科的 而且气味都是清新带有木质香气 那都可以缓和愤怒焦躁不安的情绪 带给人家平静的感受 就是它们的味道跟功效其实都大同小异 所以大家如果刚开始荷包没有那么满 就是或者是不想要囤油的话 就是择衣就好了 接下来是丹铁锡的树脂类 树脂类的共通点呢 就是对于皮肤的伤口有良好的修复功效 那我会推荐呢 乳香跟盐玫瑰 乳香呢它不但有修复伤口 还可以处理呼吸道的问题 所以呢很适合家中有长辈的人来去做使用 印度乳香的话可以冥想 所以大家比如说在做瑜伽啊 或什么的时候就很适合使用 没错 那再来呢是盐玫瑰 盐玫瑰呢它在处理伤口上面呢 会比较常用得到 非常适合家中有小朋友的 因为小朋友比较容易跌倒嘛 撞到啦 所以用盐玫瑰的话就非常适合处理 像我的话 那小朋友昨天就去撞到 调了急救配方 然后来帮它涂抹 接着呢 一样非常温和和丹铁唇 有着提升免疫力的效果 我会推荐 陈香唇百里香跟波旁天竹葵 那陈香唇百里香就是比较温和 那波旁天竹葵的话 它是抗菌效果比较好 但换句话说 也就是刺激性比较强一点点 另外很多人都推茶树 但我个人觉得 我比较推荐甜马玉兰 就是他们都有铁饼西式醇 可是甜马玉兰的使用 会来的比茶树更广 因为它可以处理情绪 处理肌肉 还有有效对抗细菌与黴菌 那茶树很多人都推它的抗菌效果 但其实茶树的抗菌效果 我觉得其实真的普普通通还好而已 就是它真的是温和抗菌 如果说你是要强力到杀菌的话 那就是百里芬百里香 对 但是百里芬百里香 它也要特别注意一下 使用的剂量跟方法 再来是纸类 纸类的精油 你就可以大胆放心的去买 必推的就是 真正薰衣草 或者是克什米尔薰衣草 那其实罗马羊干局也可以 只是罗马羊干局 它的价位就是稍微比较高一点点 那额外呢 我再推荐一支 就是备办铁锡的德国羊干局 因为它针对皮肤过敏 或是鼻过敏的症状 都有很好的安抚作用 另外它对抗组织胺的作用效果也不错 那以上几支精油 其实都蛮适合新手购入的 如果你的钱包里面如果还有钱 想要继续再购买其他精油的话 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啰 没错 那如果没有钱 也继续看下去 接下来呢要介绍的就是 养化物系列啦 那它具有提升心脑 帮助循环释放紧绷肌肉 疏通呼吸道的作用 我会推荐可以买绿花牌前层 因为它的防菌进化效果非常好 那处理呼吸道也不错 也是一支泛用性很高的精油 而且价格不贵 用途真的很广 所以它非常好 用CP值非常高 接下来是米类 米类呢它有放松肠胃道 跟抗静蓝的作用 有些人呢它会推甜茴香 但是我会推一支 比较温和的精油 就是田螺乐 虽然田螺乐呢 被归类在单铁唇里面 但是它其实带有一点点 米类的作用 因为如果你田茴香用太多的话 你会有一种迷幻 软软软的感觉 那如果像是田螺乐的话 它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 对 接下来呢 要推荐大家的就是 酮类 酮类呢 它的效果强大 分子稳定 代谢也慢 因为代谢也慢 所以因此它具有 神经毒性 那因为酮类它的危险性成分比较高 对相对比较高 所以首次购买精油的时候 我通常不会推荐直接买酮类 但是如果你用油成熟时 酮类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买 它具有梳干 然后促进头发生长等等 然后还有促进循环的功效 所以呢 就是也是一支很好用的精油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全类 全类大部分呢 都是消炎止痛 对抗维生菌的力度呢 也比较强一点 所以呢 它的刺激性也会比较高 那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会推荐 香茅啦 柠檬香茅 或是三脊胶等等 三种呢 选一个就可以了 没错 接下来呢 要推荐的就是分类啦 分类其实 危险性相对来说比较高 它不是有神经毒性那些的 它是容易刺激疾病 所以在使用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注意剂量 那分类呢 就是因为它效果强大 所以在对抗维生菌部分 可以说是手趋一指 感冒感染都可以使用 那我会推荐 百里分百里香 或是野马玉兰 二则一就好 不过分类的油 就像我刚刚讲的 它就是比较刺激 容易造成皮肤过敏 所以使用上要特别小心 剂量使用方式 使用时间都要注意一下哦 另外如果想要再让荷包省一点 也可以多关注 你购买的商家 官网啊门市啊 有什么促销活动 像我都会在促销日的时候 买花都累的精油 这样折扣下来呢 其实我省蛮多钱 省下来的钱 我们就可以再买其他精油了 没错 但是呢 为什么我们讲到最后 有一点是在 就是推动促销 就是推动购买的概念呢 我们这一集的概念 还是理性购乳啦 所以没错 听完以上的介绍 大家有没有学会 理性购物的秘诀呢 相信是没有 如果对于今天的介绍 有任何问题 都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们 告诉我们哦 那我们下周六 晚上七点再见咯 拜拜